你知道吗,笔刷这个东西越简单越万能 你看我这张图画的还挺复杂的吧 可是我上色就只有一个笔刷 就是气笔修饰里的硬气笔 如果你要想跟别人装高手 你一定要说我常用的笔刷就是硬气笔 就这么一个没有机理感边缘生硬的笔刷 它到底是怎么万能的呢 第一,平图固有色 因为它边缘硬啊 没有现稿的情况下 用它来塑造轮廓依然可以画出清晰的边缘 用它画固有色时下笔一定要重 不然颜色会不均匀 第二个用途它还可以画渐变 比如我要画腮红啊 看就是硬气笔 用的时候下笔一定要轻 你看这种渐变过度多自然 要什么涂抹啊 这一个笔刷不就搞定了吗 固有色渐变色都搞定了 那接下来的细节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它呀 左滑复制一份 把追度里面的这些参数都给它调了 底下的经典追度一定要关掉 然后你就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 接着再把Apple Pencil里面的这些选项 给它调了 你看它是不是尖了 当然你画的时候 上面下面要下笔轻一点 你要嫌中间这个地方肚子大 就把最大尺寸调小一点 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画头发丝 画睫毛 画眉毛了 怎么样啊 这笔刷配得上它的名字吧 够硬气吧 好 好 好 大家看